嗨,大家好,我发现呀,很多在B站上面或者是在油管上面给我留言的同学呢,都是希望更多的去了解怎么去给小孩子上课 所以今天这个视频呢,就带大家来看看这边欧洲的老师是怎么给小朋友上群体课的 我们通过一些视频的素材,跟大家稍微的讲解一下,他的这个运作的原理到底是怎么样的 之前有粉丝在B站上面问我,如果给小朋友上乐器这个课程,那到底应该怎么做呢 所以我就对这个问题找了一些相关的视频,大家应该都知道,学乐器呢,他的灵魂就是节奏,对吧 所以今天就带大家看一些视频,还是要啰嗦一下,我这个频道呢,主要是讲音乐教育 我是在德国音乐学校工作的一名音乐老师,我在研究生学习的方向呢,是体态律动和原本性音乐教育 如果大家对这个专题感兴趣的话,以及想学习更多怎么去给小朋友上一些集体的课程的话 那就请关注我吧 频道呢,如果有同学有感兴趣的话,还是可以去关注一下他 他上面有很多很多给小朋友上课的例子 但是如果你不会德语的话,也是没有关系的 Lange und kurze Notenwerte, also Viertel und Achtel oder Halbe und Viertel, sind im Sprechrhythmus enthalten, den Kindern also vertraut Daher ist der Weg vom Sprechrhythmus zum Rhythmus einfach 就想在音乐上 even说 语音乐也好 演出《语音乐》是 我们的语言其实是有节奏的 我们来看看这个老师是怎么去教其他的小朋友 用一些日常的语言 把这个声势带入到课堂里面 其实他前年他还说了 就是你要做 你要进行这个节奏教学呢 你一定要有神秘感 就一定不要让小朋友知道 你是在教他们节奏 或者是我这是在学乐里知识 这个其实对小朋友来说是很抽象很枯燥的 但是这个音乐老师呢 他还主张的就是怎么样有趣的 把小朋友们带入到这个情景当中 其实他在老师呢 就教他这个念这个节奏呢 但是你看看刚刚老师 他是有这个强弱的对比在里面的 从音乐的专业角度去看的话 音乐他其实是有高低 他是有强弱对比的 对吧 他这是音乐术语啊 像强或者弱 都是可以在音乐上面是表现的 老师就通过这样的课程 慢慢去敏化这些小朋友 让他们知道心里面有这些概念 就是用完的方式 就是让他们了解强是什么 弱又是什么 然后就是跟着这个节奏来走 我们继续往下看 这个意思就是猴子 阿弗用另外一种声势去表现他 再次强弱对比 阿弗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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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阿弗用 一方面 雷鸟 那是一方面呢 前面这个视频大概就是 用一个小小的故事把它串联起来 就是让小朋友在一个层面 要遇到些什么样的动物 然后这些动物用一个声势去表现它 从这个层面上面呢 它有一个神秘的故事串联 再加上身体的打击 再加上念词 这些都全部都融合到一个环节里面 开启小朋友们更多的感官 让他们学得更快 这就达到了在玩中学习 我们接下来继续看老师是怎么一步步 到达他的目的的吧 你看到下一个环节 就是把这种抽象的奖项 然后让它视觉化 准备了几幅图片 就是刚刚老师在跟小朋友说的 一些彩虹猴子 还有之类的这些动物都把它 用一个图片把它表现出来 我们来看看 这个老师到底怎么去把这些小朋友 引入到这个游戏环节当中去 你看这个老师只是这样子拍打这个节奏 然后小朋友就知道这个顺序是什么 如果是没有这个情节的代入的话 老师打一串的节奏 能让你自己记下来 这到底是什么 根本就不知道是什么 对吧 所以这个老师真的是做得非常 非常棒 可以参考一下 这样就又设置这样的一个环节 一步步带进 就是让小朋友把这个画贴到黑板上面 把这个顺序贴到黑板上面 我们来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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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屈一屈一屈屈 我当他的顺序顺序换了之后 小朋友也知道是应该是怎么去理解他的节奏 好现在老师就把这个图片翻转回来 后面就是音乐节奏的实质 你看这小朋友就立一脸懵逼了吧 老师在说我们现在继续在这个散步 看大家还能不能记得我们刚刚遇到的一些动物 就是小朋友们看这个谱子 就看了这个实质 大家觉得一脸懵逼 我不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 但是可以先让他闽化一下 就先不要告诉他 这是什么四分音符八分音符二分音符之类的 就先让他们根据他之前的一些记忆 然后把这个节奏拍打出来 我们看看这个小朋友能不能把这个节奏记住吧 嗯 厉害 精明 学到了吗 给供大家参考哦 以我自己的经验呢 其实还是要多看看别的老师上课 有时候会给你带来一些灵感 因为自己一个人的想象力的话 还是挺有局限的 稍微做一个小总结 你要教小朋友一个乐器 然后教乐器之前呢 首先让他们认识一些音乐的实质 也不妨用一个故事串联的方式 让小朋友在一个好玩的 有充满想象力的一个情境中学习吧 如果你喜欢我这样的一种分析的方式的话 如果大家我觉得我这样做一个分析的视频 对你有帮助的话 也希望大家能给我一个回应哦 往后呢才会让我继续的这样子 把一些有趣的想法 一些有趣的点子分享给大家 好了今天就先到这里了 bye